创新秘籍 当然对社会新秘籍来讲 他们有一个希望的薪水标准 但是这个问题 虽然除了政府跟企业要证实之外 我们也要再带着社会新秘籍来看看 你选的是什么学校 读的是什么科系 现在是世卫时代 说到南台科技大学 是企业最爱的私立技砖校园之一 我们当然就要请到 这个数位设计学员的院长张院长 张一鸣张院长 可以帮我们就是说一下 这个系所里面 现在硕士班有哪几个方向 又是怎么样密切地跟企业来合作跟接轨 是 主持人好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们现在目前数位设计学员 我们是有四个系三个锁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在锁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三个锁 第一个锁就是资讯传播研究锁 主要是在做拍片 广电相关这个部分 第二个是我们所谓视觉传达设计系 但是他们的锁名是叫做数位内容与应用设计研究所 那在这一个研究所呢 我们有两组的学生 第一组是做平面设计 动画设计的学生是视觉方面的 第二组的学生是 就是我们一般会称为工业设计 专门做产品设计的学生 所以在这一个锁里面呢 我们包含这样子不同类圈在里面的 多乐器是什么 多媒体与电脑科学 电脑娱乐科学系 它的圈名很长 多媒体与电脑娱乐科学系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呢 我们叫多乐器 听了就很欢乐的一个名字 所以那这个多乐器基本上呢 它其实最主题就是在做游戏开发 从早期的电脑游戏 或者是说网路游戏 线上网路游戏 那或者是说我们说平台式的游戏 BS3啦等等这些 那到我们的智慧型手机的APP游戏 这个都含挂在这个里面 手机上的设计好了 线上游戏好了 这些都是跟很多广大消费者 是息息相关 怎么样跟业界来做产学合同 我们一方面在我们整个教学过程里面 不是说老师在把他的想法 在客人上面教育圈教育学生 而实在更多的时间是 利用这样一个产学案的机会 然后让学生有接触产学 让学生也了解产学 所以我们学生在这个部分呢 他们也慢慢去会了解到 那所谓接产学 然后跟食物界如何的互动 就去了解彼此的需求 然后把大家的想法贡献出来 完成一个设计案 南台科技大学的这个团队 在近几年所谓的自息竞赛当中 有平平有好成绩对不对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点竞赛 因为我们认为要让学生 能够真正去学 第一个产学是让他进入实际经验 竞赛呢 是让他可以去肯定自己 有兴趣想要加入这么杰出的 这个教学内容的这个计划当中的学生 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 我想在准备的部分 我们在里面也所有的科目 我会建议考生呢 基本上第一个 你应该去了解 就以前的考古题是什么 但是第二个 我会对于考生更加建议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先思考清楚 你为什么要来这边学 我建议学生一定要一个很好的自我提升的一个斗志 为什么会这么说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通常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说 学生到了硕士班的时候 他还是等着 我今天上课了 老师教什么 我听什么 我就吸收下来 他是很认真在学 但是他可能没有搞清楚 没有了解说 我真的到底想要是什么了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 考生当你要进来之前 或许你一定要有一个问题意识 我想要学什么 然后你才能凭这个方向 我的形容方式 去跟老师挖 不是等老师给你 你要跟老师挖 老师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们给我一些建议 或是我应该去找什么 所以我想这一个呢 是我给研究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建议 他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 南海科技大学是这个 业界企业界最欢迎 最受欢迎的这个学校之一 那说到跟业界的合作 我们就要来请教 商学院的赖名财赖院长了 赖院长 商学院的学生 是怎么样来跟企业界来合作 商管学院 其实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院 我们的院大概有九个系 一个协位学生 十三个硕士班 现在前院的学生 大概有七千七百位 所以我们的学生非常多 那其实也非常多研 那在我们跟企业界的合作方面 大概企业实习这个部分是我们很努力在着手的地方 因为企业实习实际上可以让学生 及早进入职场 而且毕业就可以上手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目前在我们院里面有四个系 对于企业实习方面是着力最深的 包括有休闲事业管理系 有餐理管理系 还有行销与流通管理系 那另外还有会计之信系 那前三个系其实上是我们前校企业实习最大的这个输出输出的系 每个系大概都一年大概都会安排毕业生 差不多一百位学生前去这个企业实习 会计之信系是后期之秀 那会计之信系的话是利用产学合作的方向 让学生由产学合作导入加入企业实习 而且企业实习完毕之后 这个老板就觉得这个学生很棒 就把他留下来工作了 他马上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了 这对他来讲是非常棒的 社会都在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早早进入这个职场 那这个对学生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说到这个研究所的部分 刚刚这个院长说到 这个13个这么多的这个研究所当中 每一个研究院所当中都还有所谓的海外研习的部分 13个硕士班 每一个班都会招这个叫海外研习组 依照这个简章的规定 他就必须要到海外去上课一年 然后再回来完成他的硕士论文 那才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硕士协位 那对他来讲是非常帮助的 因为他一进来就必须要除了自己的正常课业以外 还要练习语言能力 所以他几乎他的等于是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必须要演化出来两倍的时间再使用 比他以前大学四年还要读书的更多 所以对他来讲进步的空间非常大 那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例 成功案例 学生经过这样的研习之后 回来都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商学院我们知道研究所有 这个一般生跟在职专班 那在职生如果不管是一般生要进研究所 或是在职专班想要进研究所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门槛跟准备 我们对于这个日间部的硕士班 一般生来招生的话 我们大概提供的将近有这个十个硕士班 让这个同学来选择 那其实我们的硕士班都是请主招生的 就是他停一个志愿 他可以同时有五到六个硕士班 可以任他选择的 那对于这个在职人士的话 我们除了提供EMBA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般的硕士在职专班 他是周六日上课的 那同样的我们也请主招生 也一样他只要考一个试 然后显田志愿就可以就赌了 南台科技大学跟这个企业界的密切合作 产学这个互助 在这个学界跟业界都是有目共睹 那就请到工学院的郭聪元院长 郭院长想请教一下 在这个系所里头 包括我们知道南科的有这个半导体产业 还有高科有生技产业 其实都跟我们院里面的系所已经 都已经密切连结 是怎么样一个连结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学校在设立之初 其实就已经有考虑到 要配合南部产业的这个连结 不止南科这边还有相关的工业区等等 这个我们都有考虑到 那么以我们工学院来讲 我们有机械系有生技系有化财系 所谓的化工业材料系 另外在电子领域呢 我们有电机系电子系 制工系跟光电系 那么这些系所基本上就是以在地产业的 这个发展主轴当作一个方向来发展 那么我们都知道 南部人不止这个热情 这个阳光会也最多 所以能源产业对我们而言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依我们工学院来讲 跟能源相关的就好几个系所 包括机械系所 包括光电系所 电子系所 电机系所 那或许我就先从能源这个引力先谈取 我想提到南台科技大学 都会想到太阳能车 那么太阳车是一个 能源应用的一个观念 我们也曾经在澳洲参加世界太阳能车大赛 获得亚洲第一跟世界第五的这样的一个家机 当然太阳能车基本上 严格来讲它是一个概念车 所谓概念车就是 它是一个概念 但是在实用上可能还有个距离 那么这几年呢 我们逐渐把这个技术 朝民生工业来发展 包括把这个太阳的技术 应用在 比如说我们有做过的太阳能宠物屋 这个是跟一家业界合作的 那我们也做过这个太阳能辅助电动轮椅 那么业界看到我们这个之后呢 就来跟我们讲说 我们能不能来合作 后来我们也跟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叫制钢金属公司 一起研发 包括太阳能宠物屋等等 那么我们的学生呢 研发完之后呢 也到这家公司去工作了 甚至在这家公司就成立了一个研发部 由我们这个学生去当组长 这个是一个产学合作很有名的励志 那这个正好可以配合所谓的科技大学 动手做的能力 这样的一个发展 跟业界这么紧密的合作 那在这招生上面呢 学生的这个基础还有这个养成 我们很清楚我们是科技大学 那我们也很清楚 典范科大它是相当一般大学的顶尖大学 但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是务实之用 如何训练一个学生 能成为一个应用的工程师 所以目前呢 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很多细所 我们都已经在推 所谓的工程师认证 那么我想现在很多科技大学 都还蛮注重 这个以及丙级这种证照 我们学校也有在重视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 把工程师证照 纳入我们鼓励的一个证照 如何配合我们自己的特色 如何配合A界的需求 来训练符合A界的学生 这是我们要想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位 我们是应用工程师的 培育的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应该南营放眼全台 胸怀国际是南台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一直可以自己的定位 也是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我们就要请到这个李新湘李院长 来跟我们讲 院长放眼国际 在人文社会学院上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 从放眼国际这样一个教育的 整个课程的实施来看 我们可能要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正式课程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教学环境设施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 配套的措施的部分 就国内来讲 我们南台科技大学 是目前国内两所 跟早稻田大学合作的 其中的一所 这个课程是日本早稻田的 远寄教学中心 他们最早成立的 所以他一上线是四个地区 四个国家的这个学生 在透过所谓的 及时的私信联络 学习的内容大概就是 四个地区 四个国家的这些文化 相关的生活 那这些比较活的一些课程 那另外正式课程的部分 大三的精英的教学 就是大三精英 他准备大四到国外区留学的 或者是去交换教学的 那另外我们还有海外研习组的语言教学 这包括英语 现在还有包括日语 因为我们还有日语系嘛 那同时有西班牙 德文还有俄罗斯文 这个是我们透过所谓的大三精英 跟研究所的硕士班的海外研习的这样的一个加强的一个英语教学 大概我们都是采用小组教学的方式 那另外当然我们还有配合整个行径配套的部分 一个配套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英语毕业门槛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还有语言中心 我们还配合一个所谓的Live DVD的 就是所谓行径英语配套教学 网路学习 他可以20小时到网路上去 进入我们的那个行径英语教室 来学到英语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正式课程的部分 那有这个配套的部分 有设施上面的一个方便性的一个部分 那像我们日语系 目前也在规划一个叫做日系企业人才的别训中心 那这个部分我们跟兰科有一个精力公司 那这个精力公司 它实际上就是在做兰科这些高科技的产业相关设施的国际贸易工作 我们跟他在规划这个中心 那我们准备是两类的这个对象 一类就是日语本身的人才 一个就是他在商业经验 或者是在各行各业的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才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学到一些共同的 学到一些 比如说你专业领域 比较缺少的这个日语的沟通的这些部分 那日语专长的 他学到一些这个 商业经营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些方向 比较 比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產業界的加入 也就是說在平常 在教學上 在技術研發上 就要跟業界有密切的配合 所以典範科技大學 在這樣一個理念之下 我們就是要去強化 跟產業界怎麼樣來配合 那第一點 在人才培育上 第二點 在技術研發上 第三點 在制度的改革上面 都要跟業界的需求能夠有所回應 那這樣我們依據業界的需求 來設計我們的人才培育的課程 還有我們技術開發 專利布局 還有家職 技轉 這些工作 都能夠為業界所趨 那我們按照這樣一個理念 去設計的結果 出來的學生 當然會為業界他們所認同 校園裡面也推動了大概有四至五年 叫做南台的三創校園的計畫 我們還要再把這個畢業級就業 它再加一點點叫做畢業級就業 而且還能夠創業 它不但只有去就業而已 因為要有就業的機會 要有必須更多的創業家 來創新更多的工薪 讓大家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在這學校裡面 我們有一系列的課程 還有一些的創意 創新 創業的競賽 甚至參加外面的 包括蘇貞隆先生 所推動的龍騰微校的創業競賽 已經搬到第七屆了 我們連續好幾屆都獲得第三名 第二名的成績 那這個都是整個在推動跨系 跨院的學生整合 把他們的創意發展到中間的創業的培訓過程 跟後面的行銷 會計速度等等 都把它連串起來 然後整體一個跨領域的團隊 去參加這樣的競賽 或者是好的成績 那麼學生在這種好的成績的鼓勵之下 學校還會給他們那個創業基金去練習 每一堆給他五萬塊的創業基金 那這個再優秀的 我們會參選 再把它引導到學校的避程中心 讓他在學校裡面做培育那個公司的新創意 一般來講大概約三年的時間 這個學生畢業就可以帶著這個公司到外面去創業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字 學校在典範科大計畫裡面 有非常多的做法 那在培育裡面 我們現在有一種叫做 學產一貫 就由業界的專家跟學校老師 共同來開課 量身訂做 那目前我們跟 比如在動漫裡面 跟CG公司 跟星象公司 或是這個在會計方面的 跟天律公司 都有很好的這樣一個合作的這樣的一個跡象 也剛跟那個群創 跟群創剛剛簽連 跟台積電簽連 這是比較屬於技術性的 自動化方面的 他們也來簽 簽連也是一樣 跟剛剛講的 就是相同的是學產一貫的課程 這個學生受課完之後 一定要到該公司去 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 而且他們還會給薪水的校外實習 所以我們還推動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先師後生 校外企業延食 也就是說老師要利用暑假 先到業界去做延食 那延食的目的 當然也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 去幫業界解決問題 你會帶進產業合作的機會 而且也拉好關係 幫學生要出去實習 鋪好這個路 還有第三個 他還會把業界 在那邊延期所獲得的這些食物的問題 把它變成食物教堂 讓學生他能夠聽到的東西 這不只是一般傳統的書本上的理論 但是在這個踏入要到更高階段的校園 有沒有什麼獎助學金這方面 對學生的這種獎助學金這方面 除了我們一般的獎助學金之外 按照家庫的規定 大概要提拨學雜費的3%的費用 來當獎助學金 那南台這幾年以來 大概都維持在5%左右 大概每年都有9000萬的獎助學金 用在學生上面 最近也有一些更好的措施 比如說我們的研究所的學費 今年開始 我們的研究生的收費就比照公立科技大學 比如說像台科大的收費 所以不會說像市立州要收到五萬多塊 大概三萬多塊的學費就夠了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制度 每一個研究所裡面都有一個 叫做海外研習組這樣一個設計 其實這個大概已經有十年左右的推動時間了 但是我們為了要讓吸引更好的學生來 我們好像從前年開始 你只要讀這個研究所海外組的學生 一律免學雜費 免學雜費 考上追求的學生一律免學雜費 而且出國的時候還給每位學生5萬塊的獎學金 當生活的一種補充 我請每一個研究所都有 聽到這樣子真的知道 南台科技大學是怎麼樣做到 胸懷台灣放言國籍 謝謝 謝謝副校長 謝謝 這是屬於消耗品 就是氣密才是周邊的那個 對 周邊的那個窗框四周的膠條 那個是就是跟我們的氣密跟水密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對 很重要的關鍵 那就是說日本它設計的好處就是說 讓你可以在不用把門窗拆下來的前提下 讓消費者自己就好像是DIY一樣 自行就可以更換這些耗材 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日本人那個體貼的地方 對 要搬像有時候我們家裡面很多現在那種舊的門窗 你要更換這些滑輪還是什麼的 你就要從 就說成功了 感谢观看